英国在13号举行国会大选 最后首相Johnson所领导的保守党 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不仅意味着他将继续担任首相 同时他所推动的脱欧政策 也将可以顺利进行 换言之 过去三年多来的僵局将渴望因此突破 虽然未来的脱欧之路仍将相当的漫长 不过也有人担心那些反对人 至此虽然落败了 他们会不会寻求另外英国国协内部 所谓其他国协成员的独立的公投 这可能是未来更需要观察 将人脱欧的工程 这下子会有更多更多的因素 将会引导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英国似乎暂时完成了一件大事 他的邻国法国呢 法国总统上任之来 就陆续要推动经济跟社会改革 尤其是法国非常反俗成就的 那个退休金的制度 但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几乎周周工人上街不是罢工 就是进行街头游行甚至暴动 这个星期情况依旧是如此 明明该是准备夜待假期 甚至迎接2020的日子 法国百姓却在12月初 发动全国大户 书业 医护人员 教师律师 还有警察 各大职业工会都来绣群头 第一天就集结80多万人 上街抗议 冲突一波一接一波 大街上烟雾弹加催泪弹 眼小四起 二国警察拖行示威者 还围起来殴打 这场号称无限期的全国大罢工 让法国人精神紧绷 生活时宜住行全受影响 看看巴黎车站 TGV高铁列车 就停在那里 看得到却达不到 人在营运的轻轨车站前 排了长长的人龙 不少人干脆骑脚踏车 八度街头也出现了一堆轮车 大巴黎地区的交通 瘫痪成穿 上下班时间高速公路狂塞长达450公里 驾驶人一脸无奈 少数运行的地铁站 里面挤了满满的人 多到动弹不得 仿佛世界末日大逃难一样 而这样的生活 从古印罢工后持续致敬 怎能不转化 就连巴黎著名观光景点 埃菲尔铁塔 罗浮宫等地 也全面获部分暂停开放 观光客形成大乱 这次全国大巴黎是为了抗议 总统马克宏推动的年金改革计划 法国目前规定62岁为法定退休年龄 但每年付出的退休金占了GDP的14% 和工业化国家平均8% 高领幅多 加上法国人越来越长寿 2016年平均寿命82岁 比40年前多了10岁 也就是说给银法族的退休金要多付出10年 而且不同职业的退休制度 也不相同 像是铁路劳工可以提早到52岁退休 而这其实是19世纪延续下来的规定 早期他们得在烧煤蒸汽火车上工作 承受高度污染也极度辛劳 现在一切自动化工作较为轻松 政府觉得制度有必要改 要延后法定退休年龄 八国政府提出的整合方案 将不同职业的42种退休制度 参考瑞典做法统一简化 并且鼓励劳工延后退休 如果在64岁之后退休 就能获得奖励 事实上法国官方多年来 一直想对退休年龄开刀 1995年总理居备 提出了大胆的勇敢居备方案 就是为了挽救当时 濒临破产的医疗保险和年龄制度 国会议员拍手叫好 支持居备的年龄大手术 但一般民众并不买单 持续一个月抗争 写下法国世上最大规模法国抗议 国会议提法公压力 当时总统史哈克 选择放弃年金改革 到了2007年 前法国总统沙科吉 打算将法定退休年龄 从60岁延后到62岁 同样也引发全国大法工 他不能只通过他的改革 不管人喜欢他还是不 紫尔科吉 不是世界王 我已经工作了31年 几乎每个上台的领导者都想对年金动手脚 但都引发严重反弹 马克宏竞选时也喊出要刺激法国经济 降低失业率 把年金改革当成重要施政 他当然知道改革会招致百姓愤怒的难堪局面 所以他几乎不站上第一线面对 没想到法国人民选在他 从北约70年峰会返国后 给他来个当头放过 在多日抗争之后 面对大罢工强势压力 由总理非力吐出面 表示政府愿意让步 我们宣布年金改革延后上路 将只适用于1975年以后出生的民众 劳工法定退休年龄维持在62岁 但却必须工作到64岁 才能领全额退休金 引发各大工会抨击 换汤不换药 工会路过越烧越旺 10号第二波示威 虽然人数减半 但罢工仍不松手 周末前地铁关了十条线 火车也只剩下15%车次 工会更扬言 耶诞节前将有更大一波的示威行动 要求撤回年金改革案 如果他必须参加 这就是能够做任何事 到最后的时间 就会参加 杜有俗心壮志 要接班德国总领梅克尔 要成为欧盟新共主的马斯宏 如果连国内事务都改革不了 要想在国际发挥影响力 成为奢严 尚未落幕的全国罢工 牵动政治人物的生命 号称改革制的马克宏 会妥协吗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请不吝点赞咱们 请不吝点赞咱们 记得知قد consigo 我们应该 goo letzten Labor 程度